全香港最貪心的阿仙奴球迷節目 因為我們至少支持四隊 一線隊 女子隊 U3 U18 EV Hitter爸爸 阿俊 常偉 Ryan 粉果 點子冰冰 大家好,歡迎收聽今集點子冰冰 今集點子冰冰其實沒什麼壓力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昨晚阿仙奴作客對納卡素0比2的場球 其實我自己覺得簡直是用牛肉刀湯豆腐 因為對納卡素的戰意真的不高 同時阿仙奴這場球是很有練兵的意味 但是出到來的效果呢 我自己就覺得令到場球比較厭滿 甚至乎我會覺得是些什麼呢? 兩隊球的意向都很清晰 導致乎對整個賽果就好像兩隊球合演了一個劇本 大家好像合格起來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外出到來 所以這場球我只會覺得就是 阿仙奴贏得輕鬆 納卡素也輸得輕鬆 納卡素也輸得放心 阿仙奴這三分呢 基本上在開賽的頭兩分鐘 我覺得已經倒了落袋 因為對加的態度真的不好 而阿仙奴也在很早開完紀錄之後 基本上也是跟你猜著踢 在對方完全沒有施壓的情況之下 根本上是如取如攜的 所以這場球我只會覺得就是輕鬆看 輕鬆的心情面對 完全沒有任何的戰術分析 或者意味可以存在到的了 第一個入球很漂亮 第一件事就是 貝爾瑞落到底沉了出來 奧巴美揚想來一個掛射 但掛不到 踏了去俄眉月頂的位置 阿仙奴很久已經沒有任何一個中場 是適得步的位置進行射門 但這場球出了艾蘭尼 就剛剛走到這個位置 一個窩裡碰碰的聲音 一個彈地就收死了對加龍門 很快五分鐘就領先 然後大家都開始進入了一個膠著的狀態 當然也是阿仙奴控球在腳比較多 但最後那一腳射門的質素 就真的可圈可點 直到下半場的時候 去到中間的一個團戰的位置 然後球一下就斜傳了 剛剛沒有越位的馬天內尼 然後就一個左腳在禁區底 即是底線附近刮個球出來 那奧巴美揚一個搶點掛射 就可以搞定二比零 那首先這球球要站馬天內尼 因為馬天尼這場球在那個所謂的 左手邊那個腹位甚至乎落底 運用自己變速扣過對加對手 然後出球出來的勝功率非常非常之高 也都是我之前一路講的 阿仙奴進攻不夠立體的弊柄 這場球馬天尼尼是充分利用了底線橫傳出來的位置 所以這一個也都要非常之給予一個肯定 也都要讚揚奧巴美揚的搶點和掛射的難度 如果在那個位置如果不適合的話 你的肌肉根本做不到那個動作 所以基本上二比零這樣 如取如攜之下就贏了這場球 每一個球員都給予一個評分 這場球我就沒有做到power point 所以不好意思 但照樣大家看著正選陣容 我可以告訴大家 龍門麥克萊恩這一場球 麥克萊恩信心很大 很多高空球都接到實一實 也都有很多充分 雖然對加不太多中弄的射門 可能有一至兩腳 但都可以輕鬆地救出 唯一一個問題就是 對加打快反的時候 他經常衝出禁區外面去接應 亦都有一兩個險象 差點被對手偷到那個球 幸好自己扣得到 我自己覺得就是 風險上面高 但是自信心亦都不錯 所以這場球可以給予8分 麥克萊恩 至於右閘方面 這場球出回Bairin之後 其實你看到 因為紐卡蘇本身 他那個所謂的逆風 那個進閘的意容不高 其實Bairin這一場球 也都踢回他進攻 非常之好的角色 但是也都因為前面 有偉利安的關係 進攻的空間是壓縮了的 但是在後面欠防的位置 也都不算標得多 失位 所以這一場球Bairin 我亦都可以給8分 至於大衛雷斯塔加比爾 這個組合 大衛雷斯提早 就因為這個大腿肌肉拉傷 所以就退下火線 半場來說 也都沒有任何的炸彈 高空波也都解圍了 自己推過波上來助攻 也都有一定的功夫 所以大衛雷斯這場球 可以給到8分 但是至於加比爾方面 這一場球 我自己會覺得 有一兩個單身位的決定 不知做什麼要讓給 麥斯西文 但其實理論上 麥斯西文 和你的距離太遠 而那球剛剛就是你貼腳 那為什麼不一下子 兜出橫邊外面 然後曾經有一兩個球 曾經被麥斯西文 差點偷到呢 所以這個腦筋上的犯錯 我只會給7分 至於左閘方面 這場球出了薩卡 薩卡這場球 我自己會覺得是什麼呢 沒有面對對加的挑戰 同時用很多技術範規 去延避對加在哪裏的推進 所以這場球 我可以給他一個職業的分數 7.5分 至於一隊中間的球員 斯巴路斯這場球 是托了很多 進攻前場的位置 比起奧迪加特 更加像一個公眾 以走位來說算OK的 但無論全球 或者單位 第一個位的防守 也不太顯著 所以這場球 我只會給斯巴路斯7分 至於艾蘭尼方面 這場球有一個入球 以及其他位 繼續發揮他煤氣佬的角色 煤氣佬非常之多氣 我只會給他7.5分 亦都恰如其分 做好防中的角色 非常之不錯 至於韋利安方面 這場球踢回右邊 叫做純Q 但亦都比起左邊的馬天利利 那邊的攻勢 就弱化了一點 所以這場球 都是給他7分 奧迪加特 也不是非常Sharp 也只是7分 至於馬天利利方面 因為剛才說過 他完全一個人 打響了整條左邊的 攻勢路線 傳送 亦都叫做恰到好處 有些 如果你計六球傳送 起碼有三球 我覺得是去到心臟地 但只是阿仙奴的球員 搶點不靈其餘 都被人Block 都換到一些角球的攻勢 所以馬天利利 這場球 亦都可以給一個8分的高分 奧迪亞方面 可能大家對他上半場的表現 可能會失望 但下半場的時候 其實看到他開始有一點力 也看到他開始投入比賽 相信對於 阿仙奴 星期四對維尼爾的主場比賽 也會有非常好的作用 所以這場奧迪亞 雖然起腳次數只有兩三次 但命中率也算高 所以這場球 我都可以給到7.5分至8分 至於後備方面 這場球就換了Peddy 換了Pepe 和張白絲 張白絲在下半場的時候 就頂上中堅的位置 頂上中堅的位置 也不覺得有什麼生疏 也沒有什麼大酒樓 所以這場球 張白絲我都可以給到7.5分 至於帕迪和Pepe 出來的時間 其實已經鎖定了戰局 也沒有什麼需要他們 去影響戰局的表現 都是主要做一些 猜拳、掃蕩、追波之類的工作 所以這場球他們就不予評分 至於看回整個陣容 你會看到很多流力的元素 例如Leno Peddy 今場沒有出的Smith Roll Saka 相信下一場球對維尼爾 應該會把出來做正選 但有一件事令人擔心 就是拿卡射迪 再一次不在正選陣容中出現 換言言之 對維尼爾爾 那場球的後備中鋒 有機會繼續是ATN 至於維尼爾爾爾 那場球的前瞻 儘管看看這兩天的相關報告 如果有時間 EV也會用點子冰冰這個方式 和大家探討一場球的前瞻 下集點子冰冰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阿姨 小艘 2 3 2 2 3 4 4